字幕 李宗盛 她已經在喜歡的時候,就直接出光了 我只是亂按而已 那價錢的嘛 兩元還是一元 這麼少的嗎 喂呀 有些人的青春就是打機、唱卡、掃街 而有些人的青春就是在這裡度過 曾經在九十年代遍布大大小小的商場 成為年輕人出街的指定活動之一 每次拍完照,都要寫下一些友情金句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今集要介紹的就是貼紙相 今時今日講貼紙相,應該很多人都會想問 現在哪裏還有得拍呢 開始講她的興衰之前 我們就先去全港最後一間青春無限 重拾一下青春 哇! 哇! 天啊! 好久沒做 哇!很羞恥啊!救命 回到當年很熟悉的感覺 Elaine有沒有拍過呢? 小學的時候 我就是橫跨小學、中學、大學 甚至是出來工作都還在拍貼紙相 我這個是堪稱骨灰級的貼紙相用家 通常我們進入一部貼紙相機 第一時間不是拍照的,你會做什麼? 給錢 都不是 我們很喜歡這裡的光 因為它這樣打開燈 貼紙相要30分鐘 但是在這裡拍照都已經佔了30分鐘 哇! 哇! 可愛呢! 哇! 還有SIS SIS 你的骨頭要這樣 壞了背 哇! 是不是可以畫什麼 Best Friend Forever 對 對 BFF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愛什麼生 OK 很累 經歷了一場戰爭的感覺 雞手鴨腳 與時間競賽完之後 除了荃灣青春無限 在旺角的日本機店NAMCO 都還可以找到緊餘的貼紙相機 而他們正正就是當年最多貼紙相分店的兩大巨頭 不同時期合起來總共有17個影相點 但都只是佔了總數的一半 根據翻查論壇舊Post推算 同期至少還有19個商場放了貼紙相機 是很普及 不只是銅鑼灣旺角那些人 我住九龍城的 可能九龍城廣場這些上升的商場 都會有很多貼紙相機 其實我小時候開設只有旺角地下 和荷里胡那間 但我和大家有一點不同 大家應該是去什麼青春無限 人家是一個地方專貨拍貼紙相 但我去XX樂園 小學五六年班去旺角瓊華青春無限 貼紙相機熱潮 在九十年代尾由日本傳到香港 1998年旺角瓊華中心地庫的青春無限開業 超過五千呎 而且開到凌晨1點 自然就成為了一班少男少女的聚腳點 這些機器是有美眼分享的 所以拍下去會拍到你特別漂亮 它會替你遮遮暗瘡的黑暗圈 初代的修圖APP 其實是 貼紙相機第一個吸引的位置 你和義盛去拍的時候 你可以切得很麻 我有印象有印象 好像那時就是那時女朋友帶我去 青春無限比起同期的貼紙相機 這部多了一樣吸引人拍的元素 就是便宜 他們搞的拍一送一活動 只要拍貴一點的新機 就可以免費拍多一部便宜一點的舊機 滿足了當時要儲錢拍貼的一班學生 我記得我小時候拍的最多是 約40元 有一部是特別便宜的 但拍出來不漂亮的 但可能是說10元一張 這部只有一個手掣 無得撿相 拍出來還要鬆玉萌的叫做Print Cup 它就是日本初代的貼紙相機 由遊戲公司Atlas和Sega製造 而且將Print Cup的日文名 申請了做預測相表 縮寫作Pulikura 就是貼紙相機的日文統稱 這部機就可以拍到這張照片 這六個人究竟是怎樣可以塞進這個框 Print Cup將相片印成貼紙這個新玩法 在1995年7月才面世 但事隔一年才真正帶起熱潮 就是因為日本組合SMAP在電視節目中介紹過 去到1997年貼紙相機的銷售額更加高達1100億億 令很多公司陸續都晉身這個龐大的市場 研發不同功能的貼紙相機 這部有房仔設計的全新機 就變了之後貼紙相機的初型 而這部機的鏡頭就可以上下移動 還有得較白一點膚色 它是透明的 你喜歡透明多一點 我喜歡實色多一點 其實這些鏡頭照這麼大 我不知道給誰看 我遇上了它的效果 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以前拍照很色彩 你總會有些失敗的位置 現在這個是沒有什麼失敗的位置 女生最喜歡的畫照和美顏功能 就要去到2000年之後才出現 因為拍出來有濃黑大眼妝 在日本還成為了辣妹文化之一 這部主打大眼的美人 以前在瓊華地庫的青春無限也有出現過 大家又有沒有印象拍過呢 貼紙相我們就拍完了 現在這一張我就可以剪掉它 然後拿它過膠 以前還沒有得分相的時候 是基本上一定要過膠 否則你這些小小顆 就很容易不見了 現在過膠都還是兩元 當手機拍照撿相越來越普及 貼紙相亦與時並進 2016年就加入紅外線傳送功能 等你拿著實體相片 同時又有Soft Copy 由Queen Cup出現之後的20年 貼紙相機發展的三個時期 都反映了當時日本年輕人的喜好和需求 但始終都追不上 想按一個按鈕就有無限可能的手機效果 日本貼紙相機生產商Mix Software 在2018年宣布破產 曾經在日本設定超過5萬部貼紙相機 到2013年就剩下1萬部 香港的影相點都相繼一個一個消失 2019年初青春無限還突然宣布 情話分店要結業的消息 令到很多人都湧過去拍照 懷緬當年 現在燕子就變了壽司狼 就算在荃灣還有青春無限 但在拍攝當日就觀察到 有學生放學經過 但都沒有人進去拍 而唯一拍照的兩對 都是90後的朋友 現在完全沒有人 沒有遇到會完全沒有人 以前可能你想要拍過一台 你還要拍 因為它有新的機器 你就要等一等 其實讀書的時候拍很多 現在真的沒什麼 沒什麼時間 沒什麼找到這麼多人一起拍 以前很方便 大家出街玩 一起拍一張做那天的紀念 現在就很少有 隨著貼紙相譜越來越少 新一代究竟還拍不拍實體照呢 他拍到我們的面色是挺漂亮 而且很自然 沒有那種很誇張 把你拍到眼睛超大 超美的感覺 這個好像適合拍榴槤的照片 有很多情侶在拍照 然後所有東西都很好 即是很完善 對 事情就很完美 很順美地進行 我覺得是精緻的美 不過形式我就覺得日式很彎 這種好像拍正檢照的 photo booth自拍廳 就是日本貼紙相機的圓形 在1925年 由俄羅斯移民的 Anatole Josephel 在美國發明 當時 那部機放在紐約市百老匯 用25千美金 就可以拍到8張照 現在自拍廳最盛行的地方 就要數到韓國 最常見的影相譜 人身四格 就好像便利店一樣 這麼Hit的原因 同樣都是因為明星效應 這些自拍廳 就在不同的韓國綜藝出現過 而香港的自拍廳 都會跟韓星做Prossover 令到影相變成應援活動 現在自拍廳的玩法是多的 拍一張照的留念之後 你還可以去支持你的偶像 或者可以再多些元素去玩 有一次搞應援的偶像活動 Jeffery突然戴著口罩出來 粉絲一拍就拍得出來 我覺得不同的地方 就是以前人們都開始 多接觸這些實體照 反而是現在 有些新一代年輕的受眾 可能連一張實體照 都未體驗過 再這樣自拍廳 他會引起這些實體照 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很新奇 我覺得兩個Generation的流行 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都是想記錄下他們那一刻的時刻 留下青春的腳印 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而且小時候沒有錢 可能要跟朋友夾粉 拍完就在剪 又過膠 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另一邊廂 日本都在吹一股平成懷舊風 即是1990年代流行的 電子寵物Tamaguchi 普普物、貼紙相 都再次成為潮流 根據日本My Never Teens 2019年青少年流行趨勢排行榜 在物品類別裡 第一位就是這部貼紙相機 有日本節目更加發現 他們不會像以前一樣 狂加閃至 而是喜歡白色背景 甚麼都不佳的簡約風 他們還會拍實體照的原因 跟我們當年一樣 都是因為有紀念價值 這四個人裡面有一個是因為 我去到中學都是同一間堂校的 然後一起打球 所以直到大學到現在畢業 都一直在聯絡 還會… 間不止就會約出來玩 在小學畢業的時候 大家約出來 然後說一定要拍一張貼紙相 硬硬塞在那部機身上 塞到剛剛好 然後才入淺影 所以這張真的遇到剛剛好 有14個人 搞笑 時代的眼淚 彭球樓 2014年1月就是中一的時候拍 通常你是好熟的人 你才會提議 不如去拍貼紙相 不然其他人就去逛街就算了 值得一切用80元去拍這張照 這個過程是…我到現在都記得的 如果我當初沒有跟他拍到這張照 我應該是一張跟他的合照 現在都找不到 看到這個寫著Friendship forever 我一定不會這樣寫 是…一早就知道 那些友誼都不會 forever 我覺得每個年代 都有些專屬於年代的娛樂方式 就會迎溯你本身的青春輪廓出來 只有經歷過那一代的人 才真的明白那一回事 一個橫跨了80後 90後 00後 去到10後都古老蕩時興的集體回憶 因為青春有限 所以更加要記錄下來 定格在相片裡的大家 都是青春無限 現在這個就是我沒有漫漫的青春 快來吧 看不下去了 人家拿錢去學東西 我就拿了錢去拍天子上 還有…還有…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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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